行政院長賴清德帥各部會下鄉 除了聽取前瞻計畫 另一大重點就是長照2.0 中央與縣府團隊前往 新埔鎮世光教養院日照中心 了解竹縣執行長照2.0的情況 也和長輩們搓湯圓同樂 現在要我們跟主教 來看長照的據點 就是這個據點就可以了 主要是要落實菜工種 我們的重要政策長照到這裡 把中央跟民間的資源都繁了進來 那對於需要幫助的 包括像認識或是體驗 其實都很大方的支持 新埔鎮世光教養院日照中心 於105年成立 去年12月升級變成 新竹縣長照2.0的A級據點 提供居家服務及醫療復健 落實長輩及身心障礙相親 全方位的長照服務 這是有一個慌念的 這個就開始不知 這道具很害怕 新鮮世光教養院日照 開始的衝判 升級依然 要是一個